媽媽 不懂這金魚又高金的樣子 也真的太帥了 好 步醫生不去牛京搶坐的嗎 我去 敷影帝也回來了 今天是什麼日子 我在做啟械姿夫家三少 給我 員媽等久了 好 走 妈 该吃药了 今天是妞妞的生日 十六年前的事情 如果没有发生该多好 来 妞妞 妈妈给你戴上 妈妈 这个是什么 今天是妞妞的生日 这是妈妈给妞妞求的长命所 保佑我的妞妞平平安安的长大 你不要说你 妞妞过生日呢 妞妞今天乖不乖啊 走吧 哎呀哎呦妞妞成啦 哈哈哈哈 周梢你干什么 哎呀丫头就是陪想活 我有三个孙子就够了 你要快去呀 你要怎么回去了呢 回去了 你要救我 你不是想给我 你要救我 给你 给你 奶奶 你要是把妹妹给卖了 我就和弟弟们 我一个小弟子卖了去 从此不能择战了孩子们 我去哪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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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爸爸 不是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我去哪儿啊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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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一家在里面待了十年 我没有让他们一天好过 他们就算是死 也弥补不了这一切 你如果看到这张照片 一定会回来找我的 妈 你放心 无论等多久 我们兄弟三人都不会放弃 什么事 有什么 城里所的女孩在北城出现过 是有小妹的消息了吗 你应该对小妹的那家人 现在就住在北城的城西区 目前 知道他们在那里出现过 所以没有办法查听具体位置 是 那咱们赶紧过去看看 去城西问问 看看你小妹生活环境也行 妈 你别着急 注意身体 这样 我先陪你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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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跟你說了 讓你把所有的公司都交給我 你幹這樣給我什麼事 不是的媽 你每個月上的公司全都交給你了 這個是我堅持的蛋糕店發的 發的也得先跟你弟弟去 你是不是忘了自己什麼身份 你今天是不是發公司了 把你去航空取回來 還養了你十六年 還不是他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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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你们家做生意那么有钱 我就背这个包去你们家 肯定会被你们家嫌弃的 要不今天 就先不去你们家 啊不是 别谢谢宝贝 那个你今天 宝贝你等我一下 马上就给你买新包去哎 苏爷 姐 开工资了吧 爸妈让我来找你拿钱来 能给我留两百块钱应用急吗 姐 你吃住都在家里 你不上啊 我 啊 谁啊你别跟我男朋友拉拉扯扯的 所以这个 他就是我的一个追求者 要看看他这一事 真是看着就令人作误 苏爷 这就是你口温 那是玩意你听我解释啊 那个是他追求的我 我跟他没任何关系 苏爷 我可告诉你 离我男朋友远一点 苏爷已经和我求婚了 而且 房 车 三斤一样不差 彩礼 三十八万 八 了 疯了 你哪那么有钱 我男朋友花多少钱娶我 关你什么事 我告诉你 苏爷家做生意啊 有的是钱 呢 这个呀 就是他姐已经刚给我买的 史内尔手表 多多三万呢 苏爷 你不是说要拿这三文块钱 去找工作吗 你竟然骗我 不是你有病吧 不是你自己愿意给我的吗 我又没拿到逼你 苏爷 你知不知道之前我攒了多久 我足足攒了五年 你这样做对得起我吗 我告诉你 少来就撑呢 信不信我撑你啊 对 我告诉你啊 跟你这种人沾边 我都嫌掉价 苏爷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还就产不放是吧 苏爷 哎宝贝你说 我让你给我狠狠抽他一巴掌 让他惊喜 苏爷 我可是你姐 你就是要这样做吗 哦 你知不知道 我下去问问 看他们任没任何人 这一巴掌 无人啊 我还稳有兴器了 真没发火 用的现在应该和这姑娘差不多大吧 你怎么打人呢你不是你延迟多了闲着了是吧 我打人管你屁事你都死了 这俩人一看就是有钱有势的人 这不是我能惹得起的 姑娘你没事吧 你叫什么名字 你家住在附近吗 阿姨我叫苏莫谢谢你 傻孩子谢什么最看不了男人打女人 要我帮你惩罚他吗 不用了不用了 也好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处理 记住女人一定要强 才能保护好自己 对了你帮我看一下这个照片呢 正好婉营要买包 要不顺走 反正这人没摄像头他们也追不到我 呜 警睿我的包 这个阿姨的怀里 好像妈妈的感觉 孩子你没事吧 阿姨我没事 你伤掉了没有 没有 只是我的包里面有我女儿的照片 那是绝对不能弄丢的 她有自己的女儿 看来她不是我妈 阿姨你放心 我一定会把你的包拿回来的 阿姨脚瓦了 我这儿有药 孩子你怎么还随身携带着药啊 啊我 个死丫头 你赶紧给我出去赚钱去 向外收购买的等着你呢 真的没死见 没钱货 怎么回事了 说多少遍就是不贴 我比较容易磕到碰到 所以就随身带着 臭婆娘们装什么装啊 去那给我倒水去 爸爸你不要打妈妈 我去给你倒热水 你看看孩子肚子强了 你看看你 你孩子老子 你敢诶天祸 你这伤疤是怎么来的 你想说我不小心看了 有十六年 妈 对不起 箱子都在复杂 人嘴丢了 阿姨 其实抢尼包的那个人 其实是我弟弟 我一定会帮你把包要回来的 你能不能原谅他呀 他有弟弟 看来他不是我的牛牛 牛牛被躺伤的时候还小 也许长大了 伤疤早已经恢复了 孩子 看在你归头董事的份上 我会原谅他一次 记住阿姨的话 你一定要自强 才能保护好自己 谢谢阿姨 啊你叫没事 哎姐 没吃过来了 这回晚上包都给我买了啊 哎 干嘛呀 这包你必须好 你这样做事的犯法 大姐人家有病吧 人家开奔驰的跟你系点这包是吗 你赶紧把这包给我 那晚上回我让妈削你 你要是敢抢走这包我就报警 什么 你胳膊肘往外拐是吧 算你什么你给我体谅 我的包里面有我女儿的照片 那是绝对不能弄丢的 这个阿姨一直在找女儿 会不会 有没有 苏小姐 阿姨 阿姨对不起 您看看有没有少东西 还好你小妹的照片没有丢 对了 醒晨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小姑娘 有种很熟悉的感觉 谢谢你帮我转转过 啊 他他我会不会就少来 那還等什麼趕快去找啊 好你個蘇猛 你竟然把你弟弟的包搶走給別人 我看你是吃了窮心豹子蛋 你要造反了 不是這樣的嗎 弟弟搶別人包真犯法的 一個包而已 搶了就搶了犯什麼法 要是你 我學後的胳膊都往外拐了 他可是你親弟弟 一不幫他說話就算了 你還聯合起外人來一起欺負他 看我不怎麼打死你 我告訴你蘇猛 我兒子以後可是蘇家的頂樑柱 以後你要再敢侮膩 你回來我就打斷你的腿 那是你啊 都是因為你把包拿走了 我沒東西送晚贏了惹他生氣了 我把彩禮捐了五八八才紅好 這錢你給我出啊 我哪裡有這麼多錢啊 我這些年來賺的所有錢 全都被你們拿走了 我去哪給你們湊錢去啊 女人賺錢還不容易 我幫你捂死了一個相親對象 人家呀 可是富士集團的高管 光彩禮呀 就整整給了一萬萬呢 就是年紀成為大了 五十歲 喪口 不過呀 配你呀是剛剛好 跟你嫁出去以後 不僅可以享福 你弟弟呢 也可以 娶個媳婦 你們倆呀 就可以找到各自的幸福了啊 你讓我嫁給他 他都五十歲了啊 都五十歲怎麼啊啊 不然人家那麼有錢人家要你 我告訴你 今天你去嫁也得嫁 不嫁也得嫁 再者說 你本來就是我們買的 就算我們把你賣出去 那多收點利息 我不要嫁給那個老男人 這事可由不得你 你今天要是不換上這身衣服 看我不怎麼弄死你 反正我都換衣服去 走 啊知道了 找到那孩子了嗎 剛找到了 他又在我們家的東西 我還不趕緊過去 開車 呦 蘇姨 這不是你前女友嗎 怎麼變成你姐妹呀 老伯 他吧 就是我之前的一個 童養席 你們吃吃菜吃菜吃菜 你幹什麼 你幹什麼 身子不錯啊 結婚以後 給我生個兒子 呵呵呵 只要把我伺候好了 每個月 給你一千五百塊零花錢 要是沒什麼意義的話 啊就這麼定了 我 我不想想 你不會喝酒 臭婊子 幹什麼拒絕我啊 你們家收了我的錢 就是我的人 今天這酒 你喝也得喝 不喝也得喝 姐 那個 姐不能看上你 那是你八輩子的福分 你喝杯酒嗎 啊姐 你是不是 一口我來幫你 要趕緊幫忙 哎姐夫 我来帮你 他就在楼上包厢 我这边案的事情处理完经济长年 好 那我在包厢里等你 嗯 你找什么你 哈哈哈哈 哎 阿姨是你 小賤人跟你也不用什麼 你這屬狗的嗎 幹什麼老子 今天我就給你顏色瞧瞧 曾唐你怎麼又喝成這樣 我怎麼喝酒關你屁事 你是不是沒事找事 孩子 你還好嗎 哎 我沒事 都是我年齡的 你是我的娘娘 難道他是媽媽 找死 他是我的女人 我勸你少管閒事 否則 你收拾 在北城才沒有人敢這麼跟我說話 哈哈哈哈 你知道我是誰嗎 啊 我可是富士集團的高管 富士旗下所有地產都歸我瘋了 哎呦 富士高管 這一年 不得賺個幾千萬 今天我李賓就是這兒的天 哈哈哈哈 這個女人我今天要定了 來人 給我按住他 我今天看到你所有人的面 放開 放開 放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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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萬彩禮落袋為安囉 放開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李賓 來以富士集團董事長的名義命令你住手 哈哈哈哈 哎呦 還給我裝上了啊 你有本事 讓副總親子過來啊 否則 否則怎樣 否則 你看那個小的一塊伺候我 哈哈哈哈 李賓 你好大的狗子 李賓 好大的狗子 副總你怎麼來了 哎不怪你來的正好啊 有人在我們實驗組件到事 我現在在解決呢 哎你放心馬上可以解決好 好啊 那我拖上去別碍了副總的眼 啊 媽 不講的事吧 讓媽媽給你看一下 哼哎副總誤會 絕對是誤會啊 哎我剛才喝了點酒 哎哎哎沒人說是副總是啥 哎哎我脫了我脫了 哎呦我 孩子 別怕 有我在沒人能傷害你 我如果心中不幸福 看來是我誤會 李賓 我副氏容不下你這樣的敗類 從今天開始你被副氏集團正式開圖 天內封殺 哎呦副總不是你看上那樣啊 哎是他他們出家為了台禮 賣親生女兒 不是我要拜王副夢啊哎呦我 哎哎哎副總副總 副總啊哎哎 你爸媽簡直不配為人父母 這是我的名字 到富士任何一家公司找朋友做 倒點進入獨立 擺脫這種不敬家的 他們只會任衣服在你身上謝謝 嗯 他說的對 出去之後 我才能更好地找媽媽和哥 謝謝你們 我記住了 真慶幸她不是我的妞妞 要不然我得心疼死 媽 這四年 剛傳來北城里的名單你看一下 是最大排練才去的 我的妞妞 那 你好 請問 哎呦我們這兒不需要保金 我不是 我是來領聘的 好 真的 請聞 大家好 請問 店長 有人拿總裁的名片來面試 哎呀 蘇夢 蘇夢 我們這裡可是高捨店 你來這幹什麼呀 店長 他拿的可是副總的名片 你看我們要不要 名片 他能拿到副總的名片 我看呀 就是在哪偷來的吧 蘇夢 你想來我們這工作 你猜 一身瘋酸 活不起的樣 我們這裡隨便一個包啊 都比你命值錢 呦 才高中文憑 也不看看這裡是哪裡 這裡可是富士的高捨店 你走進來都是污染空氣 蘇夢啊 人窮命健 就該有點自知之明 這裡啊 可不是你們來的地方 蘇夢 趕緊帶著你的東西滾 別逼我讓保安 公寓 小夏 上面說有個叫蘇夢的女孩來面試 記得一定要把人留下 啊 啊 好的經理 嗯 蘇小姐 我們店長說了 看在你弟弟是他男朋友的份上 獲得錄取你了 算了 您說的對 現在就算公子 公子一萬 咱們都是打工人 何必給錢過不去啊 我的確需要錢 要不先試試 好吧 大哥 大哥 三弟 大哥 你說那個叫蘇夢的女孩 極有可能是我們的妹妹 沒錯 她總是歌我一種很熟悉的感覺 對了 我剛收到消息 她現在已經請我們富士機家的設置品店上門了 好 我過去看看 蘇夢 按規定 這個月你銷售額達不到五十萬 我也沒辦法 能幹多久 看你自己本事 嗯 我會努力的 好 蘇夢 你來我這上班也好 我會想辦法把你的工資變成我 喂 蘇也 你姐來我這上班了 工資一個月一萬 最近手頭緊呢 得去告訴爸媽 找蘇夢拿錢才行 你怎麼得去 呃 你 Joey 去我 和蘇夢 啊 你把鄉親的事情給毫到 財子 一聲不響! 阿 我看都心疼 你要是珍惜是嗎 那你出去找個工作 還會找點好事來做 信我嘴風吃得死了 胡椒 一滴吃你喝你怎麼了 這是你一個當姐姐的應該做的 也好 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處理 記住 女人一定要自強才能保護好自己 你不見她呢 不是幾天沒見你的脾氣健長啊蘇夢 你是不是翅膀硬了 哇 這一身名牌啊 你是不是都忘了你自己還有爹媽了 老蘇 你的衣服給我扒了 讓他清醒清清自己是個什麼東西 上 你幹什麼呀 好嗎 幹什麼呀 我問你啊 我問你啊 有錢買衣服你沒錢養我們啊 你就得把你這個衣服掛起來網上給賣了 你這是被店裡發的 蘇夢有什麼事自己邊上解決 別影響店裡 你給你自己穿的身影 你真是不得 工作服都是蛋牌呀 不會是奢侈品店啊 哎呦我們是小夢 是有出息了 這裡東西是不是超過呀 你要幹什麼 你看能不能有機會從那裡邊順住 師爺 你能不能少點透鏡摸狗的想法 上次因為搶劫的事差點進去 就不能長點記性嗎 怎麼說話呢你啊 還不是因為你錢給的不夠嗎 你這錢要是給的夠 你弟弟又惦記別人的嗎 養他是你們的事 我沒生他我不管 哎 那你有義務養我們吧 就是你在這上班 工資肯定不是 你該趕緊的 跟我們先轉下來 我剛上班我沒錢 哎呦我不活了 哎呦我不活了 小夢你個白眼狼不孝女 他就是大哥一直說 他像小妹的聰夢 這樣 咱們休息去 鼻子們好看 如果我手機會讓我快進來 行行行行行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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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不要 哎呦蘇孟 這裡面坐的可是影帝 傅氏三公子傅之陽 你什麼身份就跟我上去 沒有 我只是進去送杯水 我看呀 你是想進去 引起傅三少的注意嗎 別以為你剛在門口那樣 我們看見 受情你不可憐 我告訴你 傅影帝可是我偶像 你給我離他遠點 去門口站著去 蘇孟是誰 他 快上來吧 你剛這樣調整一下 皇冠的尺寸 時代一下 記住 弄好了之後 不要再讓任何人碰了 我們明天就來去 嗯 放心吧 記住 好 好 蘇孟 你一個賤人可勾引魔物下 這被我爆了 他是 喂 這樣 一會熱搜上的事 誰問你都不要回答 熱搜 怎麼回事 你先出去一下吧 這事你們打算怎麼處理 現在公司這邊決定 先不成親 就藉著這個事 給你的興趣交到事 不行 萬一她是小妹 我岂不是要害了小妹 你讓公司馬上發生了 注意保護好女方信息 吃楊 他就是個素人 咱們根本就沒有 你要是辦不到 我就換經紀人 你自己看著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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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你又上熱搜嗎 是不是有女朋友來給他 你現在 沒有 媽 在沒找到妹女之前 我是不會找女朋友的 那個蘇孟真的很像小妹 不行 我明天 但再去找找她 媽 那我先休息吧 哎呦 哎呦 這有些人呢 臉皮可真厚 都被罵成塞子了 還有臉充能見人 可能有些人吧 千雙就喜歡勾搭男人 我沒有勾引男人 而且對方都已經成親了 那照片上 摸副三少年的人 不是你嗎 哎呦 弄我吧 來個人吃藥子 就是這個 每次來都喜歡吃 我才不要記得 店長 老公我去個洗手間 慢慢跳啊 先生我幫您把洗包好了 好好好 都包好都包好 洗手的小手那麼活那麼冷呢 哈哈 三個情人自重 自重 哈哈 我懂我懂 我們去洗衣間 哈哈哈 哈哈哈 放手 您放手 小姑娘 要不你考慮一下 做我的人 只要你乖乖的 這裡東西隨便你挑 我每個月還給你二十萬生活費 咋樣 哈哈哈哈 高老闆呀 他呀 就是在跟你玩預情故縱呢 他之前就和我們說過 他呀就想找個金主 不想再打電話 哎 對對對 我是他媽我清楚 這人啊 您帶走 喝出來這錢 打我卡著就行了 我說什麼呀 哎呦 小寶貝 沒想到你還兩次面孔啊 哎 我喜歡 比我加到洗衣服 強多了 哈哈 高老闆 咱們二樓啊 私人是一間 哈哈哈 哈哈哈 不壓臉你小賤人 敢勾引我老公 我沒有是他老婆 他勾引我 他說他看我有錢 想做我的情人 啊 不過你放心 我沒答應 我怎麼可能讓他破壞我們的感情 你什麼都污衊我 我們店裡有監控 我們現在就可以掉出來看 哎 我們剛才可都看到了 是你自己往人家高老闆身上撲的 哎呦 攔都攔不住啊 是啊 他經常發送 上一次被影迪粉絲媽的狗血淋頭呢 就是他 下店長 下次在你的店裡 不要讓我看你一個小賤人 哎呦 您放心 我們店裡啊 容不下這種人您消消氣 這樣啊 咱們今天店裡所有的東西 都給您打八折 還行 這個皇冠 站下來讓我試試 沒問題 還行 你不可以 這是婦殘少的 不能動 蘇貓 少在這裡胡說八道 這要真是不隱地的 他經常會不提前衝突 反而告訴你一個小店員 就是蘇貓 這女兒 還能跟人家婉盈比啊 不是說真的 我沒有騙你 你等一下 你別來吧 我覺得那個蘇貓很像我小夢 你怎麼回事 我千叮零萬嘱咐 別讓人碰 你搞成這樣 這咱你擔得起嗎 我 哎呦 三少 這可不關我們其他人的事啊 蘇貓 這麼大的事情 怎麼不提前跟我說呢 店長 要我看呀 他就是故意的 給您挖坑呢 我明明已經說了 但是你們不聽 不管怎麼樣 這事你都難辞其咎 下店長 趕緊把他給我開了 這個小妖精 剛才還在做你老公 副三少 副氏集團呢 出了這麼一個事 你是不是應該把他給我開了 給我個交代呀 這可不行啊 媽 你要是把他開了 我們這一家的都得和西北風去 我們還等著他賺錢 給他弟弟娶媳婦呢 就是 不能開了我闺女 我們韓欣如蜀生他養他二十多年 就指望他賺錢養家呢 就是生他養他 看來他不是小妃 不堪 你也行 把這個皇冠給我賠了 什麼 這個可跟我們沒關系啊 他自己惹的貨 要殺要把隨你們變 別逃我們要錢 這事啊 可跟我們沒關系啊 哦對 還有他弟弟 中文清雲 苏莽去把店裡的監控視頻 給我調出來 苏莽去把店裡的監控視頻 給我調出來 你放手啊 小姑娘 要不你考慮一下做我的人 夏萬陽 這是傅三少的不能走 蘇貓 少在這裡胡說八道 三少 我真的不知道是您的東西 您 入職者 無罪嗎 對了 我老公剛剛跟傅氏 添了個大將我 咱們不要因為一個小民工傷得很耐氣嗎 是是 高家 哎 陳文三少還記得 高家真是好大的膽子 在我富士的店鋪欺負我富士的人 不了了之 在北城 還沒有誰家有這樣的膽子 忠祝所有跟高家的項目 永不合作 三少不要 我們家 去高城的養活了 三少 我們知道錯了 你大人不敵小人過 饒了我們吧 你們欺負人的時候 可曾想過會有今天 以後再在我富士的店鋪鬧事 我會讓我大哥處理你們高家 嘗嘗 不是 塞上 少下的右群 咬了我怎麼辦 小姐的這黃瓜就從那邊找到 我去跟導演解釋吧 等 等一下 我去跟導演解釋吧 等一下 蘇某還寫的事情嗎 我是想試試 修一下這個黃瓜 哎 蘇某 我可告訴你啊 這件事是你自己懶的 我們怎麼沒錢給你電碟 我們的錢還留著給你弟弟娶老婆呢 就是 宋夢 你就是想引起硬迪的注意吧 想飛上富家的這頭刀鳳凰 你配嗎 原來是痴人妄想啊 我看剛才高老闆 他是這故意勾引的 沒錯 畢竟 蒼蠅不足無縫的蛋 一個巴掌啊 拍不響 我這一個巴掌 行不行 我給你打個平安寇做裝飾吧 平安寇 小妹 這是在做什麼呀 看好不好看 這是媽媽教我的技法 我終於學會了 看起來好難啊 你給我做一個好不好 我保證不能丟 這原來就是給你做的呀 你怎麼會這個說啊 你是我們把錢買回來的 以前的事不許再提 不然我就打死你 知道了嗎 我跟別人學的 跟誰學的 跟他有聯繫嗎 劇組那邊村老闆的趕緊走吧 不行 小妹的線索不能就這麼斷 把他也帶上 還用不成祖宗哦 哎哎哎 憑什麼呀 經紀人 何不能再讓這個賤人 去勾引傅三少了 你嘴巴做好給我放乾淨一點 你跟我們去一趟吧 好嗎 好 那我拿下衣服 行去 哈 蘇夢 憑什麼所有人都護著 你給我等我 聽說 高家的高山山也在騙著 只要我將高家 因為蘇夢而被傅家打壓的事情告訴他 他一定也不會放過蘇夢的 老婆 這傅孫生啊 是不是喜歡讓蘇夢這白家伙 我覺得是 這要是潘夫生傅家 我們蘇家不就發達了 你們想去看看嗎 我可以帶你們去 大哥 你把那個給媽看一下 這個是媽設計的平衡計畫 只有小妹會 你 你找到小妹了 你找到小妹了 暫時還不能確定 如果 我準備把她帶去的劇組 等會我忙完就不問她 你說的是 蘇茂 是的 我總感覺 她很像小妹 就算她不是 我也能通過她找到妹 好 導演 導演有幾事找我 你現在這里等我一下 嗯 咱家蘇夢要是能幫上富家三少 那小姐還擔心去了 我教教她 讓她學會討好討好三少 就被倒手的鴨子又飛了 嗯 這是一家的房子 我偷偷溜下來的 不是 不是 蘇少爺叫我一起來 我怎麼看你這麼臉熟啊 哦 就是那個跟三少一起上熱搜的櫃檯 我好不容易跟三少同無息 就是因為你害我的熱搜全被搶關了 放開我 都說了那是誤會 蘇三少都幾次澄清了 高小姐 就是這個蘇茂 害你們高家和富家的合作被取消了 三少還放言說要封殺你們高家 什麼 啊 好啊你一個小不容易精啊 手段挺高的 是愛發騷嗎 今天劇組正好 插個陸屁 不要我啊 脫個夠 放開我 我都用錢 放開我 裝了一碗誰不夠 哎呀高小姐 這樣哥我剛剛好意提醒他 讓他給你保持距離 沒想到 他罵我他剛剛還推我 沒錯我也看到 沒想到裝作一副楚楚可憐的樣子 心思正帶我 我沒有推他 沒有你沒推 難道是我們姍姍不及到 這樣哥都怪他 我今天的戲是沒法拍了 陪張青二嗎 老頭你聽見了嗎 那女的七開破了個瓶就賠了兩百萬 這錢來的快呀 這影帝 真的在意咱家蘇夢 這蘇夢要是在這射胳膊斷腿的 我要他五百萬 那五百萬能補五百萬 根據這個 怎麼直接 搞個一千萬 我看行 這個女兒啊沒太賣 張哥 你什麼意思啊 你再為了這個葡萄金 拿錢來救我 高山山 我身邊站的人是誰不用你東西 你要是再感動做夢理想 讓你和你爸媽一起從北城消失 媽 你看一下這個 妞妞 只有妞妞會記這個 警察你們找到妞妞了是不是 快點我去見她 只有妞妞會記這個 只有妞妞會記這個 你們找到她了 啊 這是蘇夢給老三記的 老三我過了 蘇夢說 接著別人叫她記的 老三徒弟派著過來 讓我給你訓練一下 這個計法除了我 只有妞妞會 我不會認錯的 景深 他人現在在哪裡啊 老三帶去騙場了 那快讓他把你帶回來呀 算了 我們現在馬上過去 來 傅之陽 你居然為了這個下降的櫃台女 這麼對我 你把嘴給我閉上 你要是再不小心 我不介意讓你補俗句做 這樣我把手就倒數了 許夢 見了 啊放開了 快 快躲開 快 叫救護車 媽媽 哥哥 我是雷家 父母 父母你剛剛說什麼 謝謝公園那種 外影 你知道小貓在哪 他傷的那麼重我們得幫他討論說說 他呀 應該在偷護病房 我帶你們去 好 媽 啊 孩子 你醒了 身上還疼不疼 阿姨我沒事 對不起 你們添麻煩了 傻孩子說什麼呢 阿姨 孩子 這個平安寇是你做的 嗯 是我做的 孩子 這是誰教你做的 小夢啊 你怎麼生的這麼重啊 你要生什麼三丈兩多 你可人馬怎麼活呀 你們得賠錢 我女兒傷成這樣 這件事情 你們必須負責 你們是蘇夢的爸爸媽媽 當然了 小夢啊 可是我們從小碰下手下 裡長大的新生女兒 今天你們把他傷成這麼重 你們可得給我一個說法 蘇夢這孩子 看著就親切 可惜 他不是我的妞妞 蘇夢 他們說的是真的嗎 是真的 那冬溫期的 應該叫逃避責任吧 我告訴你 今天不管是誰來也得賠錢 對賠錢 那你想要多少 一千萬 你們可真是給我賣了一個好價錢 阿姨 別給他們 他們就是趴在我身上的吸血鬼 你這孩子怎麼說話呢 我們倆把你養這麼大容易嗎 你就這麼對我們啊 我已經還的夠多了 我從上高中的時候 你們就逼著我輟學打工 我賺了所有的錢 全都被你們收了上去 我吃的 用的 全都是你們剩下不要的 你們從來都沒有考慮過我的感受 怎麼 你還真想當千金小姐一樣 被人捧著養的 就你那賤命 親生父母都不要 你還真把自己當回事 閉嘴 怎麼什麼都我愛說呀 你說什麼 蘇沫不是你們的親生女兒 阿姨 其實 我是被他們買回來的 他是你 他一定是你 好 這錢我可以給你們 但是蘇沫歸我 行 好 你別太難過了 畫盤是他們推下來的 從一開始 他們就想拿你的命換錢 你別太難過了 畫盤是他們推下來的 想病房見血 剩下的事情交給你了 好 哎哎爹 爹 這錢我們不要行了吧 哎哎 你別太難過了 你別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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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 你放心 以後不會有人在欺負你兒 阿姨 真的太謝謝你了 我還是想先問問 免得希望越大 失望越大 孩子 我還有些事情想問你 我這次來承喜 就是為了找到我的女兒 也就是 會寄平安寇的孩子 孩子 我女兒身上有一把長命鎖 是她五歲的時候 可以找人給她訂職了 姥姥 哎 你 蘇姥 哎 蘇姥 你一會兒幫我一個忙 事成是要多少錢 真的 蘇姥 阿姨想問你 你身上有這把長命鎖嗎 蘇姥你剛剛說什麼 謝蘇姥呢 啊 別讓我可以 你身上有這把長命鎖嗎 我不是這樣 你身上有個長命鎖嗎 你身上也那個那個嗎 我不是這樣嗎 我不是這樣的嗎 你身上有嚇到嗎 我不是這樣的嗎 明明我也是被家裡賣掉的 蘇夢 憑什麼你就是富士的前妻小姐 不過你的以前 很快都會是我的了 哎 哎 哎 孫夢 你沒事吧 我帶蘇葉過來看你了 你這個哪來的 我帶蘇葉過來看你了 哎 阿姨 這是我五歲的時候 一生日我媽媽送給我 我分校的時候 就被家裡人賣掉了 我只有這一樣是我媽給的 娘娘 媽媽終於找了 什麼 你是我媽 媽 那把長命所妹妹是我呢 你怎麼能搶走我的媽媽 姐 這長命所明明是婉營的 你什麼時候我長命所哎你 蘇夢啊蘇夢 如果你回到富家 我什麼也拿不到 但是如果婉營混成富家的路 我能拿到一顆關的錢 小莫 你願不願意跟我們一起回去 與其留在這個蘇家 還不如跟阿姨一起回去 跟牛肉也是個爸 啊 媽 你真好 我相信 要是有蘇夢陪我 我想 我一定會很開心的 蘇夢 你要是亂說話 我可保證不要 你媽媽 妞妞 以後啊 這裡就是你的家了 一會兒我讓管家 帶你去你房間看看 這麼多年來 我一直都把它空在那兒 就等著有一天找到你回來 謝謝媽媽 富家真是好啊 不愧是北辰首富 很好 這一切都是我的 現在要做的 就是將蘇夢這個威脅 你徹兒有益處的 妞妞 你看媽媽興奮的 剛才在醫院都忘說了 來 這是你大哥 傅景琛 大哥好 這是你三哥 傅之陽 他小時候 可願意跟你調皮搗蛋了 你還記不記得了 媽媽 你看都過去這麼久了 我有些記不清楚了 這些年啊 真是苦了我的妞妞 待會兒你二哥回來 我再介紹你們相認 嗯 他們這是在懷疑我 小妹 歡迎回家 啊 謝謝大哥 小妹不記得很好 為什麼她要知道 小夢以後啊 這裡也是你的家 有什麼事情 就跟阿姨說 有我在 沒有人敢欺負你 嗯 這個呀 是阿姨給你的一點小心意 以後呢 和妞妞你們兩個人 好好相處 呀 謝謝 嘅 大哥 我總感覺有點不對勁 你說她 真是咱們小妹 我也在笑 這件事情我會找人好好調查 來來來 我感覺蘇夢更像小妹 蘇夢 我警告有些事情最好爛在動 否則 我就把你媽的藥給換了 看看你媽的命能有作用 不要 我不能讓他傷害媽媽 好我答應 好我答應你 哈哈哈哈 哎呀蘇夢啊 哈哈 老爸 你說我幫你這麼大一忙 你是不是啊 拿了琴 什麼該說什麼不該說知道 真的 你在幹什麼 好吧蘇也 怪不得你在醫院 往夏老林說話 你明明吃到那把產品醋 是我從小帶到大的 我這叫實實勿者為俊傑知道嗎 不是你回富士你能給我錢嗎 我還不如幫忙贏 夢 你生的再好又有什麼用呢 你的一切呀 註定都是我 夏娃 真的假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他身份早晚都會被拆穿 傅燕華現在 對我只有虧欠感 從我還來不及呢 只要我一哭啊 你說的半個字 他都不會相信 你可真夠無恥 哎哎哎哎快 會讓你名男加一分錢 蘇夢別逼我衝你啊 你沒在找什麼 這錢是哪裡來的 大哥 蘇夢啊就是個白眼狼 咱們好吃好喝供著他 他居然還偷咱們家的錢 繼續去接激他弟弟 不是的 不是我 是他們姐啊 你說你都住進富士了啊 你忍心讓你弟弟睡大街嗎 蘇姨你胡說什麼呢 明明是你和夏蘭英蘭北為奸 被我發現 蘇夢 你自己服氣魔啊 別往我身上潑髒去 真的不是我 哥 我才是你親妹妹 你不信我 信他 那小妹是想 我要讓蘇夢這個寄生蟲 穩住我們富家 不要不要趕我走 我只留一百萬 拿著錢 你別讓我再富家看你 哎 小妹 我和你男朋友 你最好結婚 趁著 啊 哥 哥你就這麼走了 到此為止 你 這個蘇夢不能再弄 必須得想辦法解決掉才行 大哥和三哥還在懷疑我 還有個二 可你利用一下 蘇夢 你要是身敗名裂 我看你還怎麼在富家白 啊 哎小夢過來一起坐 哦 你給我買那麼多衣服 我都穿不過來了好看嗎 我的妞妞啊穿什麼都好看 啊 蘇夢來廚房幫下忙 蘇夢別怪我狠我這也是被你逼的 大哥他們一直懷疑蘇夢才是小美 我也覺得行 先給這看一看媽媽 我先出去一下 你怎麼還推不得了 還真當自己是傅家小姐了 你不過是夫人帶回來的一條流浪狗兒呢 蘇夢聽說你不擇手段的個人三上 為了進傅家 你還真是什麼都做得出來啊 蘇夢聽說你不擇手段的個人三上 我看你沒了這張臉還怎麼發騷 你們這樣做 我還夫人罵你們嗎 還敢罵夫人威脅我 我可是有小姐照著 難道夫人何可為難我不成 你讓我去找你 你們在幹什麼 二少爺 我們就是想向蘇夢討叫早知道 甘希特色加長菜 誰知道他就在廚房撒起潑 夫人和少爺對他這麼好 都不知道感恩 就是 我只是讓他做點事 他還在這擺上破 夠了 自己的管家裡划 叫人家 你會知道她還是把我做點事 再下去 我鼓鼓叫 對不起老師也我們知道錯了 你還是用水沖洗一下 一會兒出點藥 這裡有藥 記得一會兒擦一下 我們一起去客廳吧 我想趁這個機會 給阿姨做幾道菜 畢竟我能為她做的事情並不通 有機會給媽媽做飯 太好了 二哥 你怎麼把人都趕走了 小妹的身份我覺得還是有點問題 只不過媽現在的心思全摸多在她身上 我們只能按照調查 你怎麼把人都趕走了 沒什麼小妹都是家人上 能給我做一點生長症嗎 生長症 小師我沒什麼胃口 媽經常帶著你給我 小妹 沒忘吧 小妹 小妹 別忘了 啊二哥 這 我怎麼會忘呢 那就 能再回到小妹坐在山茶之 此時無憾 小妹 這個長命鎖 我可以還給你 但是你要幫我做件事 想幹什麼 幫我做山楂之 打消傅思年對我的贏 不過 這個事情不能有其他人知道 否則 你就永遠 別想和你媽相認 好 我答應 希望你們說話算數 當然 好 這次 我就讓你當著所有人的面 神敗名利 給你的湯上藥 你怎麼沒擦 忙了 时间耽误久了 小星会留疤 你和我小妹小时候一样 每次都是我追着她给的土药 二哥 谁 谁 二少爷 夫人喊您去用餐 好 知道了 谢谢 二哥 来了 苏梦 今天我们一家人团聚 你在这垮个脸什么意思 你们一家人 妈 你看 这个苏梦他瞪我 小梦也应该是小妈妈了 他还不能和家人团聚 你多理解一下啊 妈 小梦坐下一起吃吧 这里也是你的家 来 妈 尝尝这个 这个好吃 吃 嗯 这菜谁做的 是苏梦 小梦 没想到你还有这厨艺 妈妈喜欢 真太好了 今天 我敬妈妈和哥哥们 进出我们一家 争议团聚 那个水都没了 小妹 这山楂是真的忍起手做的 小妹 这山楂是真的忍起手做的 两哥 那个时候妈妈叫我去换衣服了 所以我把制作方法和配方都告诉孙孟了 孰夢幫我做 難怪多了這種味道 媽我 身體有點不舒服 我先回房休息了 好那你多注意休息啊 哎呀媽 我還是有點擔心二哥蘇夢 你幫我去給他送杯水吧 好 蘇夢看你黑什麼臉在 夫人不好了蘇夢和二少爺 好好說清楚 我看見蘇夢進了二少爺的房間 然後房間裡面就發出 那個什麼 什麼妞妞跟我上樓去 你怎麼樣我打了這年紀 動就沒事了 蘇夢 蘇夢 放 你個賤人 讓你上來給我二個送送 跑上來勾引人了 哭說發道什麼 我沒有 你沒有 之前你在店裡的時候就喜歡勾引客人 沒想到啊 你一生見氣死心不改 你說你沒勾引我啊 這是什麼 當我們二龍眼瞎嗎 我 哥 思念 你到底是怎麼回事 媽 剛才的山楂痴被人下了藥 好你個蘇夢 這麼下三爛的手段你也用得出來 媽 不能再留蘇夢再副家了 我沒有 我沒有下藥 傅阿姨你相信我 蘇夢 不要在這死屁來臉 你算什麼東西啊 也敢勾引我二哥 媽 是我幫忙上的第二次 二哥 我才是你親妹妹 她就是個狐狸精 你別被她騙了 夏婉營 你少在這無人清白 你以為我沒有證據 蘇夢 那些裝可憐的冠用技能 我早就清楚 蘇夢 還有什麼要解釋的嗎 蘇夢 你還有什麼要解釋的嗎 我心收留 你沒想到在家裡養了一隻白眼呢 我沒有 你聽我解釋阿姨 我也不知道山楂之力 為什麼被人下癢 誰下阿姨 肯定都是她搞的鬼 夠了 你還往妞妞身上潑髒水 妞妞她那麼善良 怎麼可能做是這種事情 我才是你的哎呦媽 您可別氣壞身體了 馬上叫人給你送藥 不行 媽媽的命都捏在下碗營手上 蘇夢 你給我慢著 這是跟他沒關係的 蘇年 你知不知道你來做什麼 下腰本人 最不可能的就是蘇夢 下腰這件事最不可能就是蘇夢 二哥 可事實都擺面前了 你怎麼還幫他出話呀 不是他難道是妞妞嗎 這件事我會調查清楚的 不行 我不能留一顆定時炸彈 放在妞妞身邊 媽 我也相信這件事情 不是蘇夢做的 如果真是他做的話 為什麼選擇大廷管路下下腰 他如果真是動了這個心思 不應該是 私下注入睡醒嗎 對啊媽 你可別錯怪蘇夢了 看來 我真的是錯怪蘇夢 既然你們都這麼說了 就先不敢打字幕 把事情查清楚 看來他們三兄弟還是不信任我 再盡快解決所有才行 喂伯伯 這也嚇死我了 所以跟我進去送我進去 你要多少才好都給好啊 剛好上次那一百萬也花差不多了 交給我來處理吧 蘇夢那個賤人可不好搞 傅家的三兄弟好像知道什麼 都在護著他 不是你是不忘了 這傅家是傅夫人說的算 只要他想趕蘇夢走 誰都他能出動呢 是 只要解決他一個人 就夠了 蘇夢跟我走 你幹什麼啊 幹什麼 當然是讓你別看傅家 不可能 這也是我的家 傅燕華現在恨不得什麼都給我 就算我現在要他的命 他都能給我 你拿什麼和我都 還是乖乖滾出傅家 我會給你一筆錢 讓你唯一是唯一的事 你假冒我的身份 不可能騙得了他們一輩子 想讓他們相信我 其實很簡單 只要你被傅家嫌棄 那我就能安安穩穩 坐穩附加千金的位置 蘇姨 還不出來 你幹什麼 姐 你也別怪我啊 要怪就怪你自己一分錢的比 與其是這樣 還不如把碗影呢 蘇姨啊 你怎麼這麼糊塗 下碗影就是一條毒生 他早晚都會把你毒死 中毒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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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好 有 好 孫月你住手 好了沒 你是故意的 你到底要幹什麼 我倒要看看這附加千金 一知幾 嗯 你們兩個居然合起火來騙人 知道了一定不會放過你們的 蘇夢 還是先擔心擔心你自己 五分鐘內阿良一堂這照顧聲晚一 五分鐘內阿良一堂這個照顧聲晚一秒 你女兒就沒命 靜晨快先打錢救人 夫人我早些時候看到小姐被一個男的給綁走了 那個男的好像是蘇夢的弟弟 蘇夢他現在在哪 夫人我們也不知道 看來終究還是我害了妞妞 我早就該聽妞妞的話把她趕走 思念你快查一下那個蘇夢到底在哪 如果妞妞受到一點傷害我一定讓她百倍償還 媽您別著急我這就去安排 快 放口 妈 妈阿姨 苏梦 你和你娘娘给我远点 妈就是这个苏梦 看联合苏联一起绑架的我 不会让我嫁给他 所以 所以他和苏梦里意外和 想给我们付家的钱 不行你们就去看他手里的手机 不是我拍的 不是你 不是你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苏梦 我付家对你不薄吧 你心里有什么不平衡对你又就吓死 多少 苏梦 我要是留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 我可以和你道歉 但是你不能这样害我 你这是往我妈洗窩子里炸呀 你不用给他道歉 苏梦 没想到你会这样 不是的 是苏也和他强强把我带过来 我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我也没有要绑架他们 你还在这撒谎 所有证据都指向你 你还在这睁眼睛说瞎话 没有 真的不是我错的 我没有错 我现在最后悔的事 就是把你带到副家 妈 今天现在交给我 我来到他一定查出水流手册 我现在 借个留百天打电话 让他把周围送到监控室 全部查出来 起床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今天的事情 这些照片要是流传出去的 我以后还怎么做人呢 妈 我一回来就给您丢脸 我不如死了算了 妈 您放心 妈妈一定把所有照片消息 都干干净净的 媽媽我再也不想見到他 我終於看到他的臉 小褲子 所以在我身上貪婪的樣子啊 媽你把他趕走你把他趕出父親 夏安爺不算是明白了 你就是想令我父安爺把我從家裡趕出去 我是不會讓你如願的 我 沒想到你這個孩子真沒有經濟 我真是看錯了 你跟我跪下 給妞妞快下 不不 這一切都是他自導自演的 好 蘇夢 我知道你好好體驗下什麼叫做自導自演的姿勞 蘇夢 這件事情不是我做的你要相信我 蘇夢 你最不該做的就是對妞妞下手 動我敷衍滑的海 我絕不心慈手軟 夏晚因根本就不是你女兒 她就是個騙子 你還往妞妞身上潑髒水 快 把她身上的衣服給我發光 我照視頻遍佈全亡 回家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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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連這種謊話都敢編 看來我是對你太好了 我愛你 我愛你 收下 收下 你們來幹什麼 你們現在不應該去樓上關心妞妞嗎 我不要不要跟太裸照 太裸照 媽你們也太過分了吧 副指揚 妞妞現在晚上都不敢睡覺 全是這個蘇夢給害的 告訴我 我記住了妞妞才是你的妹妹 這件事情我還在調查 我們查清楚真相才跟小妹最合到的 你放心 我們三兄弟是絕對不會讓小妹受死好問題 我只給你們兩天的時間 找不到證據 我就讓蘇夢沒臉活在這個世上 蘇夢 我最好認清自己的身份 否則 他們三個也幫不了你 蘇媽 不 我 蘇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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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蘭哥 蘇芳怎麼樣了 剛出來安定暫睡覺了 啊 馬給的時間不多了 讓你帶來的監控怎麼樣了 小區裡的監控視頻都被人為給破壞了 弄得很徹底 沒有辦法回復 我不相信監控室的人 會聽蘇芳的使喚 你沒有沒有發現 自從夏美妍來到咱們家之後 就一直把蘇芳往外邊趕 沒錯 而且他只有長命鎖 小時候的事情什麼都不知道 這點很奇怪 那把長命鎖是不是他的 也不好說 喂蘇芸 他不是我容不及了嗎 哎蘇芸 你那招真高啊 蘇芸華對蘇芳的態度 已經急轉直下了 很快他就會親手 把自己的親生女兒給趕出副家 想法班 我後半輩子榮華富貴 可都只望你了 孫果然是我們的小妹 我就說嘛我就告訴媽 光說沒有用 馬還會連累孫果被開出去 得讓媽扯你消息才行 我還沒想到 孫孟 你是來找我媽的嗎 有些話我想跟副阿姨說 可能 今天不想見我吧 你別難過了 有什麼話跟我說吧 我替你轉告我媽 孫孟 我警告 有些事情最好爛在肚子裡 否則 我就把你媽的藥給換了 看看你媽的那能有多應 算了 我還是親自給她說吧 小妹 你再忍一忍 很快我們便能揭穿那個冒牌 貨的真實身份 媽 怎麼 又是為蘇孟來的 我告訴你們少搭理他 媽 那個長命所雖然是找小妹的線索 但不能說誰掛上 誰就是小妹吧 智陽 你什麼意思啊 你從小就喜歡作弄妞妞 我現在好不容易把她找回來 你還把她往外推 你還把這些事情搭理 有你們這樣當哥哥的嗎 你們看看成熙那個破地方 這十六年他得吃多少苦 你們就一點都不心疼嗎 媽 我們就是在小妹 所以在這件事情上 我們不允許出現任何差池 否則對我們 對小妹 都是一種傷害 這樣我們還是從醫學角度 來具體分析一下 我給小妹做個親子鑑定 這樣 這得到多好 大叔二哥三哥 你們是在懷疑我嗎 沒想到回了家 還得被哥哥們懷疑 我可以做親子鑑定 自證清白 你 你看看你們 把妞妞惹生氣了你們就高興了是吧 大哥 一切準備就行 啊 您不是堅信夏文明就是個案子吧 那這樣 兒子們請您看出好心 蘇姨 怎麼搞成這樣啊 這北城我是待不下去了啊 你看我這渾身上下 你是不是給我這個書才合適啊 蘇姨 幫我徹底趕走蘇夢 你要我多少錢 我都給你 不然我在傅家 你待不下去 你一個子也不想 下一個 你這算吧哪挺好啊 告訴我 你要是不給我錢 我就把你那些事都說出去 大不了預算網破啊 我老闆上好 你也別想好顧 這卡里 有一百萬 剩下的 等事成之後 我繼承富士集團再給你 雙費 你又為什麼這麼質疑 那這事 要我說你們有錢 你的錢就是好賺 哈哈哈哈 行 你放心啊 咱們倆是 避免什麼辣的 我肯定幫你啊 哎 所以 自家每一分錢都是我媽和哥哥 新衣服賺的 我絕不會讓你拿走 哎哎 蘇姨你幹嘛 你怎麼變成現在這個樣 從現在開始不再忍這個地方 說了 我告訴你啊 我還挺慶幸當年爹媽給你買回來 這不妥妥給我買一財是爺回來嗎 哈哈哈哈 你別高興的太早 到下完您這個冒牌的身上被拆穿的時候 副家 送你 你別高興的太早 蘇姨 你少在這太監操皇帝的心 有了你這個長命數 傅彥華只會認我 你媽 你哥 你的一切 蘇姨 蘇姨就是我的妞妞 這怎麼可能 哎哎這是我的 你兒 我媽一定會忍清楚你的真面目 你兒 你兒 還真是母女情深呢 你再怎麼自作多情 不言我會肯你 我都做了什麼 我都做了什麼天啊 媽媽對不起你 不要 不要 我太愛了 連這種謊話都搞天 你讓我對你太好 趕緊動手 蘇姨 傅家那三個兒子太難搞了 幫我做一份傅彥華的親子鑑定 事成之後 再給你下來了 絕對不會讓我媽和哥哥們 繼續被你們騙 他是蘇姆的嗎 要是這次的親子鑑定 再不能把他趕出去 我就弄死他 你要弄死誰 你要弄死誰 媽 啊不不然 我真的知道錯 我也不是故意的 我也是故意要被家裡拋棄 我也想要我媽 所以你就要趕做我的親生女兒 好廉恥的霸占 屬於他所有的一切 夫婦先生真的真的錯了 真的真的錯了 都是蘇姨 是他讓我假髮你女兒 我都是受他迫使的呀 別把老子拉下水啊 這不都是李導演的嗎 丫兒去 來人 你可給我謝了 夫婦先生 你能饒我一命啊夫婦先生 姐姐 你幫我抄抄情 你你好歹 也得借著我蘇姨 對您十周年的養育珍呢 姐 這十六年 蘇姨對我只有算帝和剝削 我不欠你們任何 姐 啊 姐 姐 夏婉營 看在你和我有相似 童年經歷的份上 這次我就原諒你 以後的路 你好自為之 夏婉營 你們應該慶幸妞妞善良 不然你所做的一切 我傅燕華一定讓你生不如此 還不快滾 妞妞 媽媽錯了 你原諒娃娃一次好嗎 那也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 妞妞妞 我要再跟我走了好不好 我們 這十六年了 我真的每天都在想念你和 modules Specific 母親 Welcome 會趕緊走 媽媽怎麼會學得趕緊走 媽媽這是 妞妞媽媽也想讓你參加集團管理 特意讓你大哥呀 在公司給你安排了要職 可是我現在對公司的業務還不熟悉 而且如果我曝光身份的話 也沒有人好好教我 不如我從實習生開始做起吧 媽媽你不用擔心 不會再有人欺負我 你們就是我最大的底氣 好 對了最近好多餘季都在給我打電話 問我是怎麼從丑小鴨變成天鵝的 我是被騷擾的實在沒有辦法 就說其實我不是副家的女兒 是副家認錯人了 媽媽你可千萬要給我保持一致 想你別露餡了 你這孩子 有什麼事情就跟媽媽說 媽媽來幫你處理 啊 才不要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這是媽媽從小教我的 好好好都依你 嗯 景晨 你的公司可要好好保護你妹妹 放心媽媽 慢著點 小心點 哎呀你放心啊山山姐 你幫我進富士集團 我肯定盡心盡力幫你做事的 啊 會不會看 蘇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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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這不是富士大小姐嗎 豪車呢 台場呢 我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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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是看過娛樂頭條的 你也不是什麼富士大小姐 有什麼資格在這裏給我笑著 要你多管小事 你就是蘇夢啊 從晨熙那個破地方來的 高中學歷法 怎麼了 大家進入富士集團 哪個不是九八五二一一一一 你一個高中學歷 開玩笑呢 新來的 把垃圾倒了去 我是來實習的 不是來幹飽結的 廢話那麼多 總夢 你要是耍性子就回家耍去 讓你幹什麼你幹就得了 不想幹先給你把滾蛋 算了先不跟他們一般見識 挑逢不 你還沒 trust 你又有一張 你要我覺得是 今天我親妹妹 安排你們部分事情 她可是我們的鏡頭 路 就事收半鳴回去 我第一個找不到 哎呀 如果您防止 u任何插落 他应该就是附家的亲戚大小姐了 我就是把他伺候 那我的身世下心 不就妥妥的 大小姐 大小姐 好 这边去 都坐这干什么 过来认识是这样 他们这是把我当成富家千金了 也好 有了这个身份 我在这帮高家做事 总方便多了 低调 低调 我不想抬上你 懂 我们都懂 你放心 夏满英啊 你还敢去这讲卧身份 真是一点教训都不找 前几天刚发生的事 这么快就忘了 那你讲发生分 苏孟 你说什么呢 这婉姻可是附总特意交代我特别关照的 你要再点在我那边胡说八道 小心我让你吃不吃 你确定 附总说的人 就是他 这还用确定吗 这还不明显吗 就他这一身穿搭品位 还不能证明他的身份吗 哦他不是附家的千金小姐 难道你是啊 成您的穷砖样吧 哈哈哈哈 来 大家看看这是前几天 我们家族的聚餐照片 大家 还有什么疑问吗 哇好几菜呀 真的是富士酒店 那你是不知道富士酒店 随便一倒菜倒上万 那种地方 有些人这辈子估计都想都不敢想了 你应该也没见过吧 彼此彼此 要不然 我们让富大小心 带我们大家见识见识 苏莫 你别在这记忆 我是不会上当 怎么 你不会怕是假身份被拆穿 不敢吧 我怕什么 那个饭店可是我家的产 行 手机这不是 我听说在订个包厢都要十万 婉营求求你了 行吗 就当给某人 见识事 富英华之前给的卡 糊弄一下迎兵应该不成问题 帮我找个最大的包厢 这个 富士不是已经停用了吗 你里边去 你不该是 不是 我 我就不客氣了 同源是半本海鮮 各來一份 蘇夢 你給我等著 哎呀咱今天有這口服 還多虧了相當老了 哈哈哈 今天的飯菜非常可口 我提議我們近晚贏一個 對近晚贏一杯 走吧 走吧 你好 您一共消費四十六萬 什麼 怎麼會這麼貴啊 這還用說嗎 這不明白著 一定是蘇夢點的那些海鮮貴了嗎 對呀 不管說的跟您沒吃似的 千萬一樣 你不是副大小姐 這個價格 有什麼好賺的 蘇夢 我副家確實有錢 但是我們家的錢 也不是大風刮來的 說這話 你不覺得慚愧嗎 大小姐 您這邊怎麼支付 我來我自己家飯店吃飯 還有花錢 借我大哥賬上 我大哥 很蠢我的 大哥 那就是我們副總了 我也希望有一個高不帥的哥哥 羨慕不來了 這樣的哥哥呀 人家有三個的 不好意思打小姐 咱們電話不好聽點 不然帳目流水就不上 要不 打白條 蘇夢 你少在這陰陽怪氣了 今天要沒有晚宴 能來這種地方吃飯 晚宴會差這點錢 刷卡 你怎麼會不上 離子不如 怎麼可能 肯定是你們機器有問題 沒錢 就別來機器 我以為這不是千金嗎 你不這樣 人家 真是的 你們一個個的都嘟囂什麼呢 我今天 就是出門太著急帶錯卡 宋夢 少在這裡小人躲著 信不信我一句話 就讓你滾出貨師集團了 好啊 今天你要是能把我開了 這頓飯我請 舒默你可真是會說大話 你也不看看 把你賣了的話 你值這個價碼 啊 舒默我告訴你 我可跟咱們公司的 人事總監 是老朋友 我只要給他一個電話 分分鐘鐘就能夠開除你 並且 我保證你一毛錢 補償金都休想拿到你 信不信 就是 人家光叫照著自己是不是一東西 主管 這種恩神部門 只拍了大小姐的眼 要打就趕緊 別浪費大家時間 你 老梁啊 我們公司 不是今天來了個 實習生叫蘇孟嗎 我感覺啊 這個人呢 工作態度不端正 這個人品能力 也不怎麼樣嘛 不如 你今天就給他走 離職流程手續吧 你瘋了還是你覺得無瘋了 他你都會開 你知不知道他是誰啊 我告訴你啊 這事我不可能跟你辦 這 蘇孟有什麼背景 梁總監怎麼這麼護著他 他感覺跟梁總監有雞腿嗎 哦 我之前逛我們家高車店的時候 就經常看到蘇孟 和店裡的其他男客人 糾纏不清啊 蘇孟不會真上梁總監 走吧 你這梁總監可是有老孩子的人 下馬呀 你再早要 謝謝你 告訴我 蘇孟 我告訴你 我們部門 絕對不會允許 像你這種不正之分的存在 我現在就上報給父子 我讓你在整個北城 一份工作都找不著 知道害怕了吧 完了 糕總 張主管 怎麼回事 這個新來的實習生蘇孟 工作態度不端正 還处出威南大小姐 我對他做過背調 這個蘇孟 一心相處捷徑 靠身體上位 這種人 他們公司不會要啊 張主管 我看你是有眼的直聽相 莫人呀 还是得有点远走 张主任 这种事情如果再发生一次 还要你整个部门 你几个人 副总 您放心 只不会遇见 怎么回事 副总的都是怪我 大小姐在场 树有废疫区 抱歉 大小姐 是我的照顾之周 让您受委屈了 要不今天这顿饭 我请 苏莽 今天我就大人不计小人过 你好自我吃 我 大哥 下五一是不是记得你 你怎么开始 小你个孙 没敢出副家 还惦记莠 你负责 你负责 买你负责 小妹 昨天闹地怎么回事 他们要是帮着夏晚营亲口你 大哥给你做仇 大哥不只是觉得夏晚营很奇怪 他这么铁而走险的冒充我 一定是有什么目的 背后有没有给他撑腰 我明白什么意思 但是你不要这么委屈多人 你要记住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大哥给你做仇 嗯 放心吧大哥 哎呦咱富士第一爬姐来上班了 爬姐就是爬姐 都敢直接去总裁专用电梯接人 这本事没他那张厚脸皮 咱可真学不来 你们什么意思 孙梦 当了婊子 就不要在这里针接牌 你敢说 你刚才没有做总裁的电梯 不是做 那有点什么 孙梦 什么叫总裁专用 我看你就是想勾演副作 你饿不饿下 就凭你这个乡八老 还想帮我们晚营的嫂子 我呸 孙梦 你也不看看自己 算 孙了 我这衣服可是高定 不能占水的 哟 一件地摊货 他来装高定 带你长种见识 这个可是圣罗克十九世纪 正经八百的高射古东手链 哇 这得多少钱 还好吧 不贵 也就三百 圣罗克的东西 我想到你 我都不干笑 跟我别说是孤独 妈妈送我的手链 这个呀 是阿姨给你的一点小心意 以后呢 和妞妞你们两个人 好好相处 苏梦 看清楚 这就是现实 你和我这辈子 都不会是在一个阶级 你说的对 我们永远都不在一个阶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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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十五号啊好 我十号了 我十号了 俗梦 阿姨 阿姨 我手链不見了 你們有誰看見我的手链了嗎 什麼啊 你們給他手链丟了啊 萬一你千萬不要 我們一定幫你找著 我記得剛剛蘇夢一直盯著那個手链 會不會是他偷的 好好搜搜他 對抽一下 你憑什麼翻我的包啊別動 沒有真在這兒 蘇夢 你還說不是你偷的 怎麼在我的包裡 蘇夢 你還說不是你偷的 怎麼在我的包裡 這個東西要不是你偷的 難道是他自己長腿跑到你包裡去的 我現在不給你點教訓 你還蹬鼻子上臉了是吧 就算是在我包裡 憑什麼證明就是我偷的 辦公室裡的監控一直看著 不信的話可以調出來看 蘇夢 技術部門可沒空跟你在這瞎折騰 就是的蘇夢 你趕緊給晚一個下跪道歉 真是的我都看不下去了 不是 這次我再也不用讓大小姐收回去了 蘇夢 蘇夢 你好大大膽子 晚贏的東西你都趕工 你現在趕緊收拾東西給我走人 蘇夢 你要是賴著不走的話 我就報警說你道歉 這三百萬的東西 夠你進去 和你爸你奶奶團聚幾十年了 這就是你惹了不該惹的人的嚇人 拿不出證據 你們就想逼我走 你們一個個的喝酒火來欺負人 是不是 蘇夢 你可要搞清楚 萬寅是附下的千金 這件事 要是讓總裁和他那些哥哥們知道 你的死想會很難看的 我對你已經人之意盡 你確定 這東西是你的 你可真什麼謊話呢 就是蘇夢剛才給萬寅下跪道歉 讓我跟他下跪 他也配子 無論任何事情 假的 永遠爭不了 蘇夢你 這個手鍊 就是我 蘇夢 要是再敢這樣活 你不叫賣蟬 我現在就叫保安 把你給丟出去 蘇夢 你現在倒是不偷了 改名搶的是吧 這個手鍊上有我的標誌 蘇夢 你是不是把大家都當傻子呀 就這幾個數字 讓你狂成這樣 你確定這手鍊 就是你 當然 蘇夢 我勸你還是乖乖打包走人吧 不要在這裡滑重驅衝 你們都不動作嗎 在那吵什麼 沒看 還上了 這個蘇夢他偷了萬人的項鍊 還死牙子瓶 你說是他自己的 哦 是嗎 我記得生活客的物品編號 都可以在官網上查到 我擁有者的目前的信息 查一小朋友查 對 不是讓我先給我一次 好 這件事我不想再看到第二次 你說你知道後悶嗎 說您放心 好 啊 這件事我不想再看到第二次 你說你知道後悶嗎 說您放心 下次一定注意 下次一定注意 呦 我的小姑奶奶 你是怎麼搞的 到底怎麼回事 哦 我的手鍊 可能落廁所了 和他拿串 哦原來這樣啊 蘇夢 你這個窮光蛋 怎麼買得起這麼貴的手鍊 哦 不會 又是哪個公司的金主送你的吧 居然還好意思帶出來 真是公然在公司站街啊 你再敢造謠 撕了你的嘴 我們又沒說錯 梁總監那麼護著你 你敢說你跟他沒有監情 走啊 我們去找梁總監說清楚 什麼 你還找個屁啊 找 你是怎麼搞的 自從你來到我們 我們我們 我們就從來沒有消停過 不管 夏晚寅對我職場霸凌的時候有消停過 我來這兒 只是為了好好工作 要是他們繼續搞事 我絕不忍氣吞聲 什麼 媽媽在家暈倒了 我這就去 哎 我今天是不會給你批架的 你今天必須給我坐在這裡 加班 主管 什麼 你是有名的還是病 沒聽見我說的話嗎 坐下 加班 主管 夏晚也沒媽 你也沒媽嗎 哎 你怎麼說話呢你 好臉書 等著 回頭看我怎麼收拾你 媽媽 你怎麼樣 我擔心死你了 放心吧 溜溜 沒事啊 媽媽好不容易把你找到了 怎麼捨得生病啊 再說有你二哥呢 媽媽那有什麼事 那我請幾天假 好好在家陪陪你 好我的小年了 媽媽那你好好休息 哥媽媽身體到底怎麼樣了 也沒什麼大問題 媽年輕的時候太貧了 再加上四年年成績 現在升了點年紀 毛病就各種出來了 放心 有我在 沒事的 好 那我就放心 我絕對不會讓蘇孟子這個公司好過的 啊 嗯 對 這是咱們富士集團的招標計劃書 要不您親自來負責 你也知道 我這個打字不太方便 這樣吧 咱們呀 就給蘇孟一個機會 讓他弄完 我親自去給他指導修改 好好好好的好的 您放心 我這就去辦 嗨 只要幫高嘉拿下富士這單招標 我就能拿到一大筆錢 蘇孟 這次的計劃招標由你負責 你要是把它做好了 不僅能拿到獎金 還能拿到員工 進入招標會的資格 你今天就好好加班 明天上班給我 我要是能靠自己獲得參會資格 媽媽和哥哥們一定會很高興 好的 我會努力的 啊 這個到底該怎麼做哎 怎麼還不回家了 大哥快救救我 做計劃書呢不會做 嗯 沒事大哥叫你 蘇孟 蘇孟 你還真是名號 不是富家的親生女兒 但富家三兄弟還是這麼寵意 憑什麼 啊 終於做完了 都三點了 那你說軟東西直接去 蘇孟找我 那我先去個洗手間 乖不著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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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還可以睡十分鐘 哎蘇孟幫我把報表做了 蘇孟 蘇孟 什麼態度啊你蘇孟 我快起來 招標計劃書呢 我跟你說啊 你今天要是拿不出招標書 我們整個部門都會跟著挨罰的 你知道嗎 就他的工作百爛咸魚的樣子 肯定是沒做 蘇孟 你這回啊 你這回啊 就等著被開除吧 那可能 被讓你失望 我們要不要打個賭 如果我把招標書做完了 你走著 嘿 你 沒事主管 我跟他賭 這一回 我就好好給他一個教訓 那怕是讓你失望 我的文件呢 主管 一定是有人動了我的電腦 誰喜歡動你的東西 就是 沒做就說沒做 別在這推卸責任亂甩鍋 蘇孟 願賭服輸吧 你還是好好收拾收拾 去人事部辦離職手續 好 那怕讓你失望了 什麼意思 這段時間 我見識到了你們一顆顆 是什麼樣的德行 所以 我特意做了備份 這人寫的還不錯 不行 我不能讓蘇孟搶到大小姐的分頭 那什麼 那就先這樣吧 你把那個計劃書的署名改成婉營 然後把文件發給我 我自己辛辛苦苦做的 為什麼要改成他的名字 你辛辛苦一點怎麼了 哎 要不是婉營這次推薦你 你連這次鍛鍊的機會都沒有 怎麼了 你不敢恩他也就罷了 咱們還跟他計較起來 你怎麼能是這樣子的人呢你 就是啊蘇瑪 你現在要做的 就是給婉營鞠躬感謝 這個是 徵標會員工入場邀請攀 主管 我覺得這個招標項目不錯 適合和高家合作 您上報的時候啊 可以多推薦推薦 好的好的您放心 嘿嘿嘿嘿 夏婉營 原來這才是你的目的 夏婉營 我記得 傅三少曾經說過 我們傅氏 永遠都不跟高家合作 你這樣做 不就是在打傅氏的臉嗎 哎 你懂什麼呀 商人 都是逐利的 我這麼做 也是為了傅氏的利益口 夏婉營 我是不會讓你得逞的 我說你啊 連這個入場寒都沒有 在這兒說什麼大話 去去入場寒 可能來得了我 夏婉營 咱們走著敲 對了哥哥 我在公司的事 你不許和媽媽講 我不想讓她擔心 媽媽 你身體怎麼樣了 沒有好一些 媽媽好多了 你在公司的事情啊 媽媽都聽說了 我準備 好好獎勵一下我的寶貝女兒 這是我和大哥為你準備的 媽媽 只要你身體健健康康的 就是給牛牛最好的禮物 牛牛 最近是不是特別辛苦 都有黑眼圈了 上級領導是不是欺負你了 沒有 有大哥在 誰敢欺負我呀 剛剛才說呢 你在公司的事情我都知道了 實在是太過分了 我的寶貝女兒怎麼可能讓他們欺負呢 劉管家 媽媽 真是 這枚富士印章 可以代表我決策 富士所有文件合同 我要在招標會上 向北崇所有上流人物宣布 你是我的女兒 我看誰還敢欺負你 你要是不答應啊 媽媽就不養身體 親自去上班了 我答應我答應 媽媽 我一定會守護好富士的尊嚴 不讓高家得逞 哇 這招標會場可真氣派啊 那是當然 今天參加的可都是咱們北城排得上名號的集團企業 那咱們能見到不少大人物呢 這些可都多虧了晚贏 咱們才有機會啊見見世面 是啊 哎 晚贏 你的項鑾好漂亮 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這應該是聖樂菲的紅寶石 這得幾十萬吧 哎 別碰壞了 三百多萬 我好不容易問高山山借的 弄壞了 我可賠不起 萬贏 這麼貴的項鑾 你可得小心那個蘇孟 她手腳不乾淨 都這個時間了 她還沒來 說明她根本就沒有本事來 就是 她一個成熙來的村姑 哪裏配來這麼高階的 她能來咱們富士集團實習 那已經是祖墳冒精煙了 還想來這兒 做夢吧她 萬贏 要不咱們先進去 是啊 我們還不知道會場裡面長什麼樣呢 行 走吧 我帶你們進去 這車牌一看就是富士的車 萬贏你可太有牌面了 高深深想的還挺周到 做戲做全 不愧是戲子 走吧 帶你去看看 我媽先給我準備的車 福夢 我去 寶格麗的高定 卡迪亞的二環 這包 香奈兒最新限量款 全球只有十個 沒見過世面 他這一身假貨 你們都看不出來嗎 啊 蘇孟 別以為你這一身 貧瀕瀕的東西 人家看不出來啊 夏娃爺 今天丟人現眼的人 只會是你 我們拭目以待吧 哎 哎 他怎麼直接進去了 小姐 您的入場還是補兵員工款 只能在費場大新範圍內 沒有眼力勁的東西 這位可是富家的天津大小姐 什麼 明明剛才進去猜 跟一個銀兵計較什麼 我們先進去 其實啊 我媽本來想給我最高級別的邀請 但是我覺得 通過自己努力得到的東西 更有意義 大小姐不愧是大小姐 這麼有錢還這麼努力 是啊 不像某些人 為了得到入場資格 不惜去勾引銀兵啊 真是離了男人活不了 你 可惡心 蘇夢 不是自己的圈子 就別應容 趕緊滾回你的拼命褲去 下萬一啊 今天我們就看看 滾出去的人 到底是誰 啊媽到了 好 去接她 哎呀 嗯 副總不是你哥嗎 你躲什麼 你懂什麼 這叫避嫌 我到我自己家公司實習 不想太長 哎呀 你也太低調了 不低調 你被拆穿了嗎 蘇夢 胡說發了什麼呢 沒什麼 聽說 今天董事長 要在招標會上 公佈自己丟失十六年的女兒 到時候 你就從哪來的 回哪去 我 我媽 本來想高調的 但是我不在乎 你不在乎 那你在乎的是什麼 你在乎的是 高家能不能拿下下文 下萬一啊 我告訴你 只要有我在 你就別走 蘇夢 你也太天真了 你的招標書 早就被我送去高家 高家準備充分 理所當然 不是所有選擇 最優的 什麼 居然動了我的文件 下萬一 你可真夠背 蘇夢啊 你還是太天真了 但這裡啊 只是走得行事而已 合作意向的合同啊 副事早就發給我們高家了 蘇夢啊 人不狠 什麼也得不到 別著點兒吧 高山山 你信不信 只要我反對 你們的合同會會作廢 蘇夢 你少在這白日做夢了 你要是富家千金啊 還有資格說這種話 可是你啊 只是貧民庫 下水道的一只老鼠而已 那算個什麼東西 那我們就拭目以待唄 蘇夢 別以為 富之陽在片場搬過你 你就可以回家 回了 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後 高山下 下晚能狼狽為奸 竊取富士的合同 到底是誰不知天高地後 蘇夢 你就是一個打工的 富士集團又不是你家的 你在這跳什麼 你要是真有本事 忠實合同 我啊 就代表高家 貴的也給你磕頭到處 好啊 高山山 這可是你說的 哈哈哈 別到時候不認賬 哎呦喂 說他怕他還喘上了 哈哈哈 我這有富士印章 這個印章 代表董事長的決定 只要我拿這個印章 就可以否認掉一個合理 什麼 你傻在這胡說霸道了 你都沒有聽說過 主管 你有聽說過 富士集團有這個富士印章嗎 我在富士集團待了十幾年 我怎麼沒聽說 集團有什麼富士印章 你今天要是編造這個 可是要直觀死的 怎麼什麼東西都能混進這個 富士招標會啊 小姑娘 這要不是你該的地方 趕緊回家去吧 對啊趕緊走吧走吧 走吧 你們 都在這吵什麼 楊總監 這個蘇孟 硬是說咱們集團有個什麼富士印章 並且可以代表董事長 決策一些事情 你說這 這不是在說笑話嗎 哼 你這個曾經不知道要正著 什麼 不過富士集團確實有這麼一枚印章 我之前在副董事長那見過 難道這小姑娘手裡拿的 就是那個富士印章 蘇孟聽到了吧 人家梁總監都說了 真正的印章啊 在董事長那兒 你好大的膽子 哪一個假印章 在這兒拿雞毛當令箭 騙大家呢 這小姑娘 怕是很難在北城混下去咯 對呀 下碗一樣 你都沒有見過這個印章 怎麼就知道 假的啊 哼 蘇孟你可真是不見官才不掉淚啊 好老梁 你檢查檢查他手裡東西是真是假 年輕人就該給他點教訓 蘇小姐 沒關係梁總監 您儘管看 蘇小姐手裡認為就是富士印章 沒有任何問題 不可能 這個人本身就和蘇孟有不正常關係 他說的話不能信 知道你在說什麼嗎 有些人眼髒看什麼都髒 這個是真是假 戴上去就知道 蘇孟 一肝毀壞富士的河頭 這下沒有人能幫你了 下碗一樣一只無藥可救的人是你 孟 我們高家跟富士合作 是板上鈴釘的事 我勸你呀 不要多管自己 我們高家想要對付你 比捏死一隻螞蟻紅蟻 閃閃姐你爸有急著找你 什麼 這個 Milton 好不好 相信這才 好 我知道了 高嬸嬸我們是不是打了個 т誌啊 那你現在就可以歸了 粗夢你個賤人 高山山這裡是富士的地方 不是你撒野的地方 富士啊 你們富士不得先給個說法嗎 憑什麼言而無心啊 說取消就取消了 我們高家酸底讓你死災 但也不但你們是欺負人的 高山山我今天就讓你死個明白 明天就讓你死個明白 蘇夢你可真夠天真的 你的項目書早就被我送去給高家了 高家準備充分 一所當然是所有選擇里最優的內部 什麼 弄了我的文件 嚇了你啊 你可真夠卑鄙 哇 不是太天真了 那這裡啊 這是合作意向的可同啊 富士早已發給我們高家 你們高家這是不正當競爭 我們堅決不同意富士跟你們合作 不同意 對對堅決不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堅決不同意 堅決不同意 高家合作真的因為一個硬招 就這麼聊了 老爺 你不是富家的大小姐嗎 怎麼這蘇夢手裡有 富士硬招啊 我怎麼知道 美玲你去皮特街你怎麼不早說啊 我棒了 紅色的事情都是大哥在管 夏晚宴 假話無論說多少次都不會變 我說的就是事實 你這錘子掙扎吧 今天讓高家受了這麼大的委屈 你現在跪下來跟我道歉啊 高家還能留你個屈屈 否則啊 都不得了 我怎麼呢 你讓誰跪下 華盈你大哥來了 蘇夢看來今天你要失望了 這北城的天啊 幸福 完了完了 總裁和董事長都來了 這期蘇夢真的洗定了 嗯 那也是差不多該 就是 他在辦公室親子萬一四十一手 副總 我 你們剛剛在外面說的話 我真的清清楚 副總您誤會了 這是不能怪高小姐和萬一啊 張主管 我讓你好好 就一而在這兒看得起 就是用辦公室的嗎 明天自己到神聖過 走上場啊 啊 啊 您誤會了 付錢經濟 我咋還帶賣 萬 萬贏 您說是嗎 不是蘇夢 這個劍胚子 全天招惹針對萬贏 我教育過他好多次 他就是不長記性 你是個什麼東西 竟敢罵我的女兒 你是個什麼東西 竟敢罵我的女兒 不可能啊 他只是個實習生啊 我 吳夢 好你個賤人 一開始來公司第一天 就騎個破自行車這麼窮 夏婉陽 是你心术不正 在公司裡冒充我的身份 我已經警告過你很多次 可是你就是不知悔改 夏婉陽 我們又見面了 不然 對不起 我真的知道錯了 您饒了我 居然敢冒充小妹 這些次我們絕對不會饒了你 不是我 不是我 都是她嘛 我從來沒有冒充過付家千金 我從來沒有冒充過大小姐 是啊 你不過是默認了而已 有什麼區別嗎 你不是不加錢金 那你成天給我擺什麼樣子 你個賤人 你害死我了 大小姐 我油焰不知 冒犯了你 你大人不計小人過 你放過我吧 是啊大小姐 我們都是破衣無奈討好他 並不是存心之對您的 對啊大小姐 是我們罪障歪了 我們該死 大小姐 我知道您 人心地善良 你一定不會跟我計較的是吧 你 我妹的善良 也是你不要臉的資格 做不出成績 每天只在捧高彩力 高興夠強 楊總姐 不得 把張祝賀 全部踩給你 我走 你放過我吧 我上有往下有小 我不能失業啊 沒有沒有家人是嗎 之前欺負我妹的時候 可曾想過他家人的感受 你哥哥的 現在知道後悔了 我認你們很久了 我聽智陽說 高家之前就欺負過我牛 既然你能這麼得慎盡持 那我就如你們所願 姊珍 你什麼意思啊 高三三你到底在幹什麼 咱們高家已經撐你破壇了 什麼 我告訴你 家裡的債 就算你賣這裡的事給我壞掉 啊 啊 真是 爸爸高家 你想舉個路啊 那是因為你們惹了不該 真是 各位 今天我正式宣布 蘇夢 就是我傅彥華尋找了16年 傅是真正的千金 完了 這位傅強肯定不會放過我了 至於你下午 不知悔改 繼續冒充 甚至出賣公司核賢吉利 這已經構成了商業犯罪 來人 帶走 送相關部門處理 不要 夫人 我真的知道 夫人你饒了我 夫人 夫人 夫人你饒了我 夫人 夫人你饒了我 景晨 怎麼了 是那位爸剛好新闻時報 他們現在四處找我們 我是不會認他們的 我的家人們 只有媽媽和哥哥們 你身上來 我認得 你身上去 你身上去 不是嗎 是嗎 應該適合你 悲傷 是嗎 車子 有嗎 不是嗎 有嗎 找你們算賬 反而自己送上吧 這是牛肉吧 牛牛 我是你爸 哈哈大姑娘了他咋這麼好看 這個孩子 跟爸都不親了 小明兩心的啊 沒你這個爸爸 你說什麼呢曾濤 你還好意思來認女兒 根本不配為人父 傅彥華 你這是有錢硬氣了 還跟你老公這麼說話 跟你兒子早就離婚了 你 這個吧 你二婚嫁的鑽石王老母 你狂撐這叫著你啊 這個世界上 最不靠譜的就是男人 曾濤 同一個火坑我不會再挑第二遍 再來打擾我 你怪我不客氣 哎呀 這個女人的太噁毒了 他媽自己的老婆婆 婆婆從中間進去坐牢 我們想起來你 這人當了爸爸就寫來啊 牛牛 跟奶奶走 別讓你媽帶壞了 不會跟你們走 你把我賣了十六年 我一輩子都不會原諒你 我恨 媽媽 你敢 賣小孩 真不是東西 孩子 看著牛牛穿了衣服沒有 那傅煙華 他是真有錢呢 你帶去 傅煙華和那個小 全是 蘇野說 這個集團公司是傅煙華的 他才超有錢吧 這可靈子也 你這大活 你們倆在幹什麼了 哎呀 你們都是他 他上天天涼了呢 我兒子 怎麼都起了這麼個太夫的女人呢 他帶著我三個寶貝孫子不說 我一大把天氣了 把我往監獄裡送 我當是誰罵他 我一怕老婆的 哪一個真的可能 這十年呢 這說的是真的嗎 咱董事長怎麼都是這樣的人 你快別天真了 一個女人能爬到這種地位 哪有心思手軟 薄煙華 給我滾出來 你別以為你有幾個臭錢 你就可以磨拼以前的事情啊 不是就這樣是不是 出來 媽媽身體見不起他們這裡 我們查看吧 你在哪兒呢 說吧 你們到底想要多少錢 牛牛呀 奶奶和爸爸 直想要你 想拿我當籌碼繼續威脅媽媽 別裝了 直說吧 你們到底想要多少錢 十個億 外加市中心的一套房子 是不是 還得再給你們配輛車呀 對 不用太貴啊 兩百萬就行 你們別太過分 想讓你們消失 不一定費得用錢 你小兔子啊 我告訴你 不管怎麼說 你身上的人就是我的血 你和你媽這輩子就偷不丟 怎麼 你可真是白眼狼啊 連自己親爹都不認 就是 哪有孩子 寄自己親爹的醜的 你們倆這麼大 怎麼 小時候你也被爹賣過 別真沒扎你身上 你這絕不得疼 牛牛呀 你也得體諒一下我們 主要是當時吧 太窮啊 養活你三個哥哥都很困難呢 我們也是沒有辦法 沒錯沒錯再怎麼說 我跟你奶奶是你最親近的人 是吧 你看看你現在 見了我連爸都不喊一聲 你有必要那麼記仇 想拿道德綁架我 別以為我不知道 當初我媽懷我的時候 你們知道我是女兒 就想把我打掉 是媽媽和哥哥們才把我綁下來的 小臭宰子嗎 怎麼跟你爸說話呢 知道知道 怎麼跟你說話 多說了 知道知道 怎麼跟你說話 多說了 我 哥哥 小北有哥哥不在 我看誰敢欺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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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大孫子呀 我是奶奶呀 你們三個都來了 真好 這下我們老曾家呀 咱是大團員啊 你們姓傅 早就不是你們曾家人了 我們哥哥不知情 都是那個傅焰華 你說當年他走都算了 還把你們三個改名改進都帶走 真是歹毒 當年我們三個人是資源跟媽做的 把你們送進去 也是我們自己做的 我說你這當哥的怎麼能帶著弟弟 這麼說我跟你奶奶呢 她是我們的妹妹 賣她 就不要你了 小妹 我們送 我警告你們 如果你們再幹成事 就不是送進去那麼簡單了 走吧 兒子 算了吧 我們弄不過他們三個 都鬼那個傅焰華 肯定是要找到的 媽 牛牛 牛牛 牛牛牛 對不起媽 讓你擔心了 沒關係 你平安回來就好啊 我有點累了 我想去休息一下 快去吧 他長命酸呢 他長命酸呢 走走走 發生是被他們撿走 哎我的長命酸是不是在你那兒 呦 你才知道主動給你電台電話啊 昨天你不是 挺能耐的嗎 趕緊把東西還給我 這是我媽送給我的 你媽就沒教你求人該有個求人的樣嗎 說吧 到底怎麼樣 才能把長命酸還給我 你這麼看中這個東西 我開了個價不夠啊 好 我不答應 對了 果然 姑娘都是當爹的貼心小妙 嘿 早知道啊 我就應該讓傅蓮華 當年多生氣的樣子 但是我要見到東西 才能把錢給你 別想耍心眼 看你說的 我還能坑自己閨女子 位置發你手機數 一旦現金 當你交易 大哥 你讓人定位我手機的位置 然後帶人來救我 你把錢給你帶過來 我的長命鎖呢 啊 那 很好 不是你的親生女兒 那你點兒親就能不講嗎 人不為你天主地命啊 貴女 你選這點兒吧 這下咱們有錢了 有錢了 才一百塊 人家老都不夠 我不是一個不要玩 賤人多樣的 你不是要做 怕天打雷劈嗎 蘇某我告訴你 你媽把我送給你十年 這一百萬就給我們打發了 你多夢吧你 只要你在我手裡 我就把你救口 你跟 這是你和你媽欠我們的 非我還是你掛著心了 既然這樣 就別管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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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过去的十年 还没有让你们认识到自己的错 没事 这一次我让你们进去永远都出不来 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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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孩子 我绝不认识你再一个人去冒险 你要是真的有什么事 妈妈可怎么活 爸放心我再也不回来 快 我给你带一个人在一起 再一次开后 嗯 嗯 嗯